根据这个卡桑旅的这个报道 他们是重新夺取了一些阵地 收复失地 说呢72小时内摧毁60辆乙军军车 包括乙军的91师师部 被他们给端了 这个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最新公布这个消息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呢 和这个卡桑旅是有直接联系的 说卡桑旅下属的卡桑旅北方部队 在加沙城北部啊 城西部巷战当中 所有了60辆乙军军车 有10辆啊 这个装甲运兵车 乙军进攻部队啊 人员造成重大伤亡 说呢也收复了部分的阵地啊 乙军部队发动袭击啊 他们是使用这个亚新啊 火箭筒啊 埃沙瓦翻等个火箭弹啊 坦德姆八五翻等个火箭弹 火箭筒啊 简易的路边炸弹 说呢摧毁乙军啊 一辆域名车 然后呢上面有三名乙军逃出 已经爆炸的撞下车 但是被伏击的卡桑旅士兵 直接击毙 卡桑旅突一队继续埋伏 等待乙军增援部队 再次成功伏击乙军增援部队 说至少击毙7人 随后哈马斯武装 特战队员全身而退 大火箭上 卡桑旅伏击乙军车队的时候呢 乙军部队 装备的推斗机啊 说乙军靠这些重装推斗机 厚实的装甲在城里边啊 建筑物开道 说给伏击中的哈马斯武装造成麻烦 说多名卡桑旅士兵 在交战中啊 重弹受伤 19号下午 卡桑旅派25人精锐部队 就特统队 在西法医院附近 对乙军发动联合攻击 摧毁一辆乙军坦克 一辆装甲运兵车 击毙4名乙军士兵 同时卡桑旅也付出了 一名精锐士兵阵亡代价 这一换四啊 没想到是吧 这卡桑旅不亏啊 剩下的24人安全返回基地啊 没想到24人就把乙军给折腾这样 这个战果让西方专家感到困惑 说以色列国王军 有实际上最先进的军装备啊 对吧 面对这些油漆兵 一般的哈马斯啊 吃了大亏 其实这个巷战拼呢 就是打量了 真的就是拼打量 以色列国王军啊 现在看呢 没有办 没有更好办法 现在他只能靠退毒机 以色列对手装备差 某种程度上装备差 也就意味着他没有更多信息化 装备 被你去监听啊 特别是现在看啊 这个在城市巷战里边啊 一旦你没有探视感知 那其实你跟对方的武器装备水平 其实拉平了 说是20号黎巴尔的支持党 发落视频啊 用这个两枚大口径的叫布尔坎导弹 发射 说攻击了以色列第91师 叫加利利师 师部大楼 最终端掉了乙军师部 乙方守卫阵亡的高级军官 就来自该师第300旅 副旅长 八亿冲突期间呢 该师作为乙军应对 黎巴嫩方向防御部队 一直顶在最前线 该师下辖 第三预备步兵旅 第八预备装甲旅 第7338预备炮兵旅 此外呢 还有防区外 还有防区位于 离以边境西段的 第300领土旅 还有离以边境东段的 第769领土防御旅 该师 你听这个名 像不像乌克兰 乌克兰是什么领土防御旅 是不是跟以色列搞的一样呢 所以你要明白 乌克兰那些纳粹是哪来的啊 该师师部 营区内有师属的后勤大队 和第81战斗攻兵连 可见啊 这次黎巴嫩导弹袭击 足够给该师沉重打击啊 后来当地人拍了一个视频啊 就是一时师部建筑 瞬间爆炸起火 两个大口径导弹 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 这个以色列当然愤怒了 据说以色列啊 这个媒体现在禁止报道 任何关于乌军上忙的啊 就包括很多这个媒体啊 自媒体也不愿意说 咱们报道也少了啊 原因就是受限制 呃 乌军说呢 有三名哈马斯扛着火线筒啊 冲向敌人 乌军同归义军 他们也报了 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战争啊 这个残酷性啊 没有媒体报啊 这种残酷 我觉得啊 只有真实的战斗 视频出来你才能看到 三名卡桑旅士兵 全副武装从街道一侧 快速穿插啊 那么进入靠近乌军坦克 一侧的建筑 然后呢 他们携带反弹和火焰弹 最终是与埋伏的乌军特战小组 在建筑屋内是同归军了 谁说他们发现了乌军坦克 但是刚想上发现有步兵 对吧 那乌军坦克侧面的这个步兵 特战小组嘛 那怎么办呢 他们藏在建筑内 乌军特战小组也在建筑内 那最终选择就是自爆啊 和他们同归于进 坦克另一侧也有哈马斯突击员 突击队员呢 分队是被全数歼灭 这就是勇啊 对吧 靠一部分三名人 三名这个卡桑吕的士兵 这个自爆啊 将这个乌军藏在建筑内 这个特种部队步兵 消灭掉 然后呢 迅速借这个机会 去攻击坦克 实际上卡桑吕士兵 在城内多次利用 这个灵活多边战术 从多个方向 摧毁了大量的乌军啊 这种啊 装甲车辆 包括步兵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乌军啊 现在不敢派步兵在前面 靠推阻机在前面冲的原因啊 但乌军现在缺乏基层的者观 没法适应高强度 高烈度的这种啊 巷战 以色列装甲部队 进入加扎城内的地道 地道战的时候呢 他和游击战 首先你准备就不充分 说乌军长期轻视啊 这种思维非常严重 他想的就是 他今天打完仗 明天我去上班去了 这能一样吗 真正士兵什么 我今天就死在这了 卡桑吕士这么想的 所以他能 他能够啊 誓死要完成任务啊 哪怕是同归于军 你想想那三人 他不明白自己 就炸死在这了 但是他看到那个坦克 就要往前冲 我不炸死这些 这个乙军的步兵 我的火箭筒就没法上去去干他 那就向我开炮吧 是吧 那最后一刻要喊出这句话 那就只能这三人啊 下定决心 跟他们同归一进 这栋楼就塌 塌了以后步兵 立刻上 而乙军士兵什么呢 说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明天还要给老板干活呢 所以这个就完全形成 形成一个 我觉得形成一个对比啊 真正要打仗 其实民兵啊 是打不了这种残酷巷战的 胡塞武装呢 也就用直升机强行的 炸了这个国际船只啊 但我觉得为时已晚了 现在就是哈马斯在孤军奋战 另外呢 金砖国家领导人召开巴以的和平峰会 在前夕以色列宣布召回驻金砖主席国大使 这也是明确的向金砖国家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不欢迎了 目前看呢 以色列已经是被这个哈马斯啊 给彻底的围困在这 陷入泥潭了 而其他国家实际在希望这个世界和平 能够停战啊 以色列首先是召回驻南非大使 与南非方面最近发表声明是有关的 在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大公轰炸以后 南非是批评最严厉的国家 以色列对加沙民战争种族灭绝等等 南非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要 要求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政府进行调查 这就是咱们讲的 其实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胡 他最终是一定难逃责任的 但是资产积极就玩这套换人嘛 最终的这个锅要由一批 一批政治家要担 但是我觉得这个责任 整个以色列全民都要担 就不是说一个政治家来承担的 难道这个二战德国人就把这个责任 退给一个希特勒就完了 当年你们可是一人一票选上来的 都会有什么意义的 都会是写的 而是有什么意义的 都会有什么意义的